看影片之前提醒你热点网站有更多内容哦 印度在6月至9月的季后风季节 经常都会发生严重的洪水 不过今年的季后风是提前了一周 导致北部的德里和庞哲普邦的降雨量 比平均水平高出了一倍 而连续几天遭遇暴雨袭击 已经引发了当地爆发洪水和土崩 从这个月8号以来已经累积造成了91人葬身 而多地目前依旧是处于洪水警戒状态 不过印度媒体就质疑 当地洪水泛滥和山体滑坡事件 并不完全是由强降雨所引发的 部分原因可能也和当地的水坝泄洪方式不当有关 相关的政府部门应当接受问责 眼见像猛兽般的洪水清潮涌出 把整座钢古水泥房子都给冲走 灾离只能害怕地放声尖叫 印度北部地区连日来不断下暴雨 导致洪水 泥石流 山体滑坡等灾害在多地爆发 而且至今还在持续不断发生 没有减缓的迹象 洪水的暴冲力更是把一座又一座的房子 给硬生生地冲走 情况相当害人 印度气象局已经向当地北部多个城镇 发布了最高级别的红色警报 而今年的强降雨更是印度自1982年以来 有记录的最高降雨量 受洪水影响 灾区不止大量的房屋和农田被淹没 水电供应也已经中断 印度北部受灾地区救援行动负责人表示 目前救援行动的首要重点 灾医必须先恢复灾区的 电力供应和网络 因为还有很多受困灾离 根本无法发出求救讯号 救援队伍也无法将灾离定位 并且救出 至于一些已经被救出的灾离 但家园被无形的洪水给毁灭之后 如今也只能无语问苍天地 以桥底为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